这是白天的凹子底公园 很多人正在散步 但眼尖的民众却发现 路口的转角处 多了一个特殊的造型装置 有人说像大牙怪 有人说像石头 这到底是什么 让人相当好奇 很像一颗蛋又很像 白色的石头 又像月亮 主牙的南瓜 特别看起来像一颗蛋 是南瓜 南瓜 就是南瓜 原来这是今年 高雄万圣节的活动设计 超可爱的巨石南瓜灯 抢先曝光 白天像大牙怪的石头 晚上再回来看 就变成一颗橘色的大南瓜 萌萌的造型 可爱又吸睛 不仅吸引许多民众 拿手机打卡 更让参与妈祖绕镜的队伍 停下来拍照 让东方的神明 也参与西方的节庆 展现另类的文化交流 我们要去绕镜 然后顺便来这边训练 训练以后万圣节要去绕镜 被妈祖去嘉义散步 就刚好合照这样 白天是牙齿 晚上又变红色会变色 还蛮特别的 很大颗 而且造型蛮好看 看到有人分享说 南瓜的灯出来 我们就赶快 他就一直说想要来看 所以小孩们都很期待 这一次万圣节的活动 2024年高雄万圣节 将于10月25号盛大开幕 教育局指出 凹子底公园是缩小版的灯饰 真正的巨型南瓜 高约30公尺 会比黄色小鸭还高 而除了巨型南瓜之外 当然还有其他亮点 要给现场参与的大小朋友 一个大大的惊喜 记者张世民 高雄报道